《汽水冷水》 不足100年以外 水冷水系统的技术 温暖在低温暖的温暖 是一直有困难 GRI 已经成为了挑战 R&D冷水系统 温暖在-30C 3C 这项技术 我们已经开发了很久 目前已经到了最后公关的时刻 因为空调过去大家都认为是跟智能有关系 而我们这个技术是改变了别人的习惯 就是能够从智能到智热的一个转变 空调在零下30度下 不能制暖的问题 从空调发明至今 100多年来都没有解决 董总给我们提出任务要求 希望我们挑战这一空调业界的难题 以前的空调在取暖方面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随着环境温度的降低 它的炙热的效果在不断地在下降 在东北的冬天 有时候是零下30几度 一台空调 运气面多久就停机了 我们的目标是研发一款 能在零上54度强劲制了 又能在零下30度下 强劲裁暖的超级空调 冰冰水 酱油 施链 热水 与其他奈争 施链 只有 40几度 一年 30几度 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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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制造了PM2.5 这个专门危险人的健康 PM2.5 就是在空中的特殊材质 尤其并不是2.5μm 他们包含乎的草莓 然后进入人的爱 甚至血液通过脸 这个专门危险人的健康 为什么我们制作一个改变 温暖的方式 摆放空气污染是非常严重 这样的技术实现以后 就改变了消费者 不仅仅是成本的降低 采用双击震撼压缩机的空调 在零下15度的时候 它与燃煤相比 它可以提高46%的效率 The compressor performance of conventional air conditioner limits the heating effects of air conditioner Whether the compressor with strong performance can be made out is the key point of the success of a crown series 让空调在气温达到零下30度的时候 还能很好的制热 这个要求我们做不到 如果我们做不到 谁能做到 那格力作为空调的行业领导者 就必须要突破这个极限 这个时候双击压缩机的设想 又回到我们的脑海里 它是在普通单击压缩的技术上 再进行二次压缩 就好比是立定跳远和三级跳远 当双击震撼压缩机的设想出现后 大家都觉得眼前一亮 我们都觉得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汽车的涡轮增压 大家听说过吧 震撼其实就是把压缩过的冷媒 截流一部分 把它返回到压缩机 进行再次压缩 这样它的工作效率就会大大提高了 人们都说压缩机是空调的心脏 我们发明的双击震撼转子压缩机 可以说是格力发明的一个超级心脏 靠罗事室 自然间有做到的 靠罗事室 40年 外面的4年 它们最新的颗目 是非常改善的 手工压力量 靠罗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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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双击震撼技术 那我们的空调就可以遍布南板 这样的压缩机可以从零下30度 到零上54度的这样的一个宽幅的变化 我坚信因为这项技术的突破 将使中国的天空变得更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RI, the expert in air conditioners GRI, the expert in air conditioners